在德云社中每一个拜师的徒弟都会有一个艺名 郭德纲老师也会给徒弟进行次字 云鹤九霄龙腾四海 每一个字也代表着在德云社中的辈分 郭德纲在采访中就曾说过 曾经在德云社就有一位学员正好是肖字科 名字就叫高肖肺 我们每个人来到世界上的第一件礼物就是我们的名字 为了能让孩子有个好的未来 父母取名时都会绞尽脑汁 想一个好名字 德云社的相声演员玩的就是语言艺术 他们给子女取名的时候里面都有很深的学问 有的风趣幽默 有的富有诗意 在8月29号晚上播出的第二季 德云斗笑社中 许多德云社演员子女的名字第一次被观众知道 在斗笑社的相声比拼中 孟赫棠在自己的相声里提到了几个德云社的当红演员的子女 首先就是鸾云平的女儿 她的名字叫鸾笑语 非常的有诗意 象征着欢歌笑语 寓意是希望她能一辈子都在欢声笑语中度过 鸾云平因为平常为人低调 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她结婚了 更别说知道她有孩子了 德云社六队的队长张赫伦 他有一个儿子 他儿子的名字让大家都很意外 名字叫张金波 波就是一种容器 西游记里唐僧取经化缘的那个碗 就叫紫金波鱼 换句话说 张赫伦儿子的名字就是张金碗的意思 可能张赫伦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捧上金饭碗 一辈子衣食无忧 寓意是不错 可是这个名字就跟闹着玩一样 真是符合张赫伦的性格 郭德纲在节目中还确定了张赫伦儿子的名字 不知道启明郭老师是不是也参与其中了 德云社另外一个活宝 吉祥物侯震的女儿 名字也非常优雅 叫侯清雅 侯震非常喜欢自己的女儿 甚至单独为女儿开通了一个微博 展示自己女儿的生活 一向大大咧咧 没心没肺的侯震 不但给自己女儿起了这么好听的名字 而且亲近自己的所有来照顾她 确实是个当之无愧的好父亲 刘云社还有不少有意思的子女名字 比如烧饼的两个儿子 烧卖和饼干 父子三人全都是食物 也非常的有意思 这些子女的名字 不管是风趣幽默也好 富有诗意也好 都寄托了德云社演员对子女的爱 德云社团宗第二季 真是个难得的节目 不但能看到德云社演员精彩的节目 还能看到大家温情的一面 这收拾率怎么能不高呢